上面做完之后,请各位参考一下,反正上面基本上就一个ADTES,一个ED ATM,可以输入,然后有12个按钮,这个是清除,那清除的话我们可以分阶段,也许你刚开始比较不是那么清楚,就是说我们是可以整个清除,那整个清除的话就塞一个空置串给他就可以了,那这个确定的话就是比对一下,这假设我今天输入12356的话密码是正确, 如果输入其他的话是错误,那这个地方要跳这个TOS该怎么做,那我想基本的设计流程一样,那请各位一样再去开启你的那个这个地方,Main Activity,那里面的话分别当然一样嘛,反正我前面在Hello World讲过嘛,一,宣告物件,那宣告物件的话,我想你画面上面有什么,你就宣告什么,这很直觉的,那宣告在哪里呢? 宣告在Essence Activity的下方就好了,这个地方是属于,这一个class,这个类别的,痊愈的位置,痊愈的位置,那好处就是说呢? 你放在这个地方,其他的里面的方法都可以去呼叫到这个物件,比较不会那么麻烦,OK?所以宣告在这里,那连结的话一样嘛,你会发现连结,你画面上有几个元件就连结几个元件,那这个地方我们前面也讲过啦,反正就打个List,有没有?List,点,然后呢,打一个F就好了,F他就会翻译吧, 我来Enter一下,打一个大R,点,ID,Enter一下,点,那他的名称就跳出来,你用选的嘛,反正上面有的你就选,Enter一下,那最后再加一个分号,一个一个一个不就做完了,OK? 底下呢,有些可以Ctrl-C,Ctrl-V,不过特别注意,很多同学都忘了改,很容易发现错误,那底下的话,当然有12个按钮,所以有12个连结,这应该没问题吧?反正你写完UI,然后再去产生你的物件连结,再来做什么呢? 再来就是说,在这个连结的下方,你可以做什么,Enter,然后呢,在这边做什么,3,3就是什么,3就是你看,再去处理那个事件的部分,所以这里的话,你可以打一个,比如处理事件,或者是说,这地方的话,比如建立事件,事件的名,那我们有几个事件呢,包含就是说,当我按一下什么呢?按一下这个,这个Be Clear,这个Be Clear就是说,我按一下, 画面上面的清楚要做什么事,比如说清楚的时候,我希望把这里面清空好了,假设我们先不要是那个清最后一个,是全部清掉的话,那我的写法基本上就这样了,其实前面有讲过就是说,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底下建一个事件,那事件名,我们就直接怎么样呢?可以哦,在这边把这个物件名称放过来,点一下,那我的习惯是用那个匿名物件的方法,那在网络上你们可以查一下, 应该不只,键按钮四键,不只是只有一种方法,至少有四种以上,不过,你习惯就好了,哪一种比较好,我看个人的习惯,我习惯用set onclick listen的,然后呢,在哪边,你有一个什么呢? 你有一个button,点什么呢?后面就是把onclick listen的这个地方复制一下,然后贴过来,键一个立名物件,在哪边键呢?在button上面,然后 然后呢,给它一个后瓜糊,这个后瓜糊可以传递参数的,再一个大瓜糊可以做什么事情,再一个结束分号,这个时候你打完之后的话,基本上哦,你游标就可以放上来,它就会出现什么?新增未实作的方法,我讲过嘛,因为有大瓜糊,没有实作,所以它自动要帮你实作什么呢?实作一个方法,这个方法叫onclick的这个方法, 就是当我在按钮上面点击它的时候,它会帮我做什么事,做什么事呢?就是把这个edit,这个就是上面的那个字里面的部分,清空,那清空的话就是什么?这个物件名称点什么呢?点set,set什么?set test,就是里面的字,enter一下,等于什么呢?等于空字串就可以了, 这样子的话呢,它等于就是把里面的塞给它一个空字串就好了,不就是清空吗?对不对?应该了解我的意思吧?那建了一个之后的话,再来就是建第二个,就是OK的,就是说呢,当我按一下什么?按下这个确定,那我要比对什么?比对这里面的东西,到底是不是123456?那我怎么做呢?第一个,我先把这里面的东西什么?抓出来,对不对?所以怎么抓出来? 前面讲过吗?你建一个swing的一个